萧月梨芳才从萧岩的怀抱中往后退了半步 脸庞已是完全长成精致的五官 模样虽伸得像轩 但却比轩多了一抹冷翘 其身材高挑 和萧岩甚至差不多高 长腿脉动之间 隐隐散发着冥王才具备的那抹霸气 和萧岩时隔数百年不见 其眼眸之中青涩近乎消退 唯有缠在那身上的绷带 却并未完全解开 爹爹 甘娘不见了 萧岳梨眼眶微红 干 甘娘 萧岩却感觉疑惑万分 古怪地看向了萧岳梨 就连众人也很疑惑 能够当萧岳梨的甘娘 那可不是一般人 女皇殿下 爹爹不知道吗 甘娘说是你让的 萧岳梨反倒是疑惑到 萧岩一拍脑门 看来自己不在 这位女皇是把主意又打到了她闺女身上 只是令萧岩没有想到的是 女皇竟然会让萧岳梨认她做干娘 这个话题 萧岩也没必要和萧岳梨继续说下去了 女皇做什么 萧岩都不会感到意外 毕竟这个女人要做的事 以萧岩如今还无法猜测 那你可知晓她如今何在 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萧岩问道 女皇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东域虚无 而现在东域虚无症是太虚入侵的主战场 而我等之所以迟迟没动 是因为女皇交代过 一定要等爹爹回来 等我回来 那她还有什么指示吗 萧岩眉头微皱 没有 女皇只让我们别轻举妄动 定要等到爹爹回来方可 萧岳梨说道 如今什么战况萧岩不知 既然不知 那就只能亲自前往 想来女皇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今萧岩带着五万名神之不朽 这样的战力不容小觑 太虚如今 不过只是一部分战力 进入到了神兮当中 有着世界之杖的存在 太虚可不能像进入仙魔古剑那般 能够随意进出 但太虚用了不知何种方法 强行突破了世界之杖 让一部分战力进入神兮 而其他力量则是分批进入 总之 太虚对神兮的入侵已经展开 但现在战争才刚刚开始 天藏王呢 萧岩问 不知道 那老头不见很久了 留我一人镇守明鉴 萧岳离撇了撇嘴说道 羞羞羞 远处随即再度传来了破风声 噩汪汪汪 一只体形不过一臂 对着萧岩 就是一顿狂吠 只是那叫声听起来都奶声奶气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流光落至萧岩之前 爹爹 一声爽朗称呼 以及开心至极的笑脸 龙翼 萧岩看着出现的龙翼 也是开心地伸出手拍了拍其肩膀 不错 不错 实力又变强了不少 嗯 现在真身已经可以全开了 龙翼认真地点点头 他依旧是那副憨厚的模样 心思单纯 哦 看得出来 龙翼一直都在努力修炼 而萧岩也像从前一样 哄孩子那般 笑眯眯地说道 噩汪汪汪 一旁的犬肺 令萧岩眉头微皱 然后凶狠地看向了 看起来肥蹲蹲的小犬呜呜 萧岩一个眼神 就将其 吓得躲在了萧月梨的脚后 不料萧月梨 直接一脚 就将其踹飞了出去 而后又有破风声袭来 一道身影 凝聚在了萧月梨身旁 月梨 你在此作甚 身材修长 见眉心目 看上去阴萨之气 旋即其目光 落在了萧岩身上 顿时其眼中金芒抱起 露出了激动之色 莫非 莫非 是他 这是尊上本尊吗 这名男子表情夸张 看着萧岩甚是激动 随即便是从那戒中 拿出了一本厚重的书籍 书籍上面写着 尊上前传四个大字 机会难得 好不容易见到本尊 可否为小辈签个名 萧岩无奈地看着眼前 拿着书要签名的 这个情况之前 在古神界也出现过 没想到 竟然还传到了明界 旋即 萧岩在其书本上 签下了他的名字 男子接过书本 看着名字挠了挠头 尊上不应该叫过众生吗 萧岩 不对啊 话音落下 一旁的萧岩离 直接脑袋上 就是一个暴力 转伦王 他是我爹爹 不是什么尊上 就算是 那也是上一世的事了 哦 原来如此 和岩离一样 总的说来 也算是尊上那也不错 男子乃是转伦王 也是明界之王 其中一位 他和萧岩离一样 经历了转世 其实力还未曾恢复到巅峰水平 不过似乎败读了尊上前传之后 对尊上的非常崇拜 你来此末 不是为了要这个签名吗 这只是我想要的 天藏王离开前吩咐过我 若是尊上前来 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转轮王小心翼翼地用锦帕 把书记包了起来 看向萧岩说道 走吧 随我来 转轮王扬了扬手 就连萧岩离都感到疑惑 不过随着转轮王一同 穿过丰都 朝着明界内部而去 诸位可以 暂且在此城内活动 但不可霍乱其中 至于方舟上的数万神之不朽 萧岩觉得 不能过于管控 毕竟 他们只是相助于他 并非真正属于他的麾下 一部分好奇的 则是从方舟上进入风都闲逛 而大部分则是停留在方舟之上 盘膝打坐 无畏站队的众人 则是跟随着硝烟 一同前往 进入明界之后 这里大部分都是灰暗色 地面没有任何植物生长 能够看到的是 助力在地面上的身影 一动不动 不知是死是活 穿过了第六域 来到了明王殿 转轮王则是继续前行 萧岳离柳梅微皱 再往前 灰暗的色调消失 取而代之的逐渐鲜红 直至深红 滑滑滑沉重的声音随即袭来 映入众人眼帘的 乃是一片血色瀑布 血色瀑布之前 便是一片血痰 其中布满了血色的身影 和残肢断壁 这样的画面 的确是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扑通扑通扑通 在瀑布的响车声中 有着一段规律的跳动声 众人都立刻注意到了 为何会有仿佛是心脏的跳动声 萧岳离也是疑惑 之前他来此也从未留意过 此刻唯有萧岩看着下方的血痰 那种强烈的连接感 已是充斥着他的全身 心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